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月25日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中午事件 美日之间在1960年的时候签订了美日安保条约 这个安保条约其实用法律的形式 确定下了美国合法在日驻军 实际上这其实也是在阿战之后 美国赢到太平洋战争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权利 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 这个驻军啊 美日驻军部队的一系列的状态 是在第六条里头啊 明确的包括具体规定 使用的设施和地区 以及这些设计所雇用的日本国民 包括啊 日本的驻日的基地 美国驻日基地 以防御日本无关的战斗任务之前 必须和先和日本政府卸上 这个美日安保条约 里面 这个主要谈论的是啊 就是驻日的美军 是主要是啊 以防御状态 来防卫日本啊 免受各种攻击 进攻 并没有涵盖啊 其他区域 比如说像台湾 南中海的 在3月24日 说日本 媒体报道 说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4月 将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将进行这个和在白贡 与拜登将签署啊 一个新的美日安保条约 这个新的将会重组 驻日美军司令部 该彻底啊 升级驻日美军司令部的 战作战规划 以及其手中的啊 目前的驻日美军司令部的权限 按照现行的体制 美日之间 军事协调 存在很多障碍 因为美国在 啊 横须赫部署的海军第七舰队 在冲审 美军陆战队 这些单位的指挥权 掌握在夏威夷的 美军印太司令部手里 而位于东京的驻日美军司令部 权限较小 因此 美国考虑加强其权限 就驻日美军司令部 接下来的这个权限 那不仅仅是一个防卫日本本土啊 也包括整个太平洋 印太地区 说拜登政府可能会宣布成立一支 新的美军联合任务部队 附属于印太司令部下围之下的 美国太平洋舰队 新部队的指挥官 待在日本的时间 会比现在更多 并逐步把新部队转移到日本 驻日美军司令部 就再也不是啊 之前防卫日本为主 说拜之前在六十年代 刚开始的驻日美军司令部 主要是在日本维稳啊 维护日本当地的二战以后 这个军国主义的一系列的改造 以及啊 这个说白了就是有点军政府那个 那现在啊 应对中共的 中俄裔的邪而轴行的日益威胁 所以驻日美军司令部 他必须得变成一个能够进攻的 不仅仅是一个地方 一个部队 而是一个啥 一个大本营 印太地区的 第二个大本营 第一个大本营 那就是夏威夷 是吧 那如果说 驻日美军司令部的权限提升 那就意味着 是吧 他可以 首先 提升的话 那就意味着 他的整个的 驻日美军司令部的防卫 防御水平 他必须得提升 全防卫的提升 防御水平啊 你像夏威夷 他的防御 那肯定比 关岛啊 这些 二级的 这个司令部 要强很多 因为他属于一级的 一级的话 这样就防控 是吧 以及周边 海域的 各种防卫 你首先 你作为司令部 你一定要保证 不能被别人 攻刀啊 如果说 驻日美军司令部 在横须客的 他的全面的防卫 提升的话 是吧 那就 啊 意味着 这个 一个是提升 二个 就意味着 整个对 日本 岛的 防御 能力 其实就是一个 重要的提升 首先 那就是 提升防御 第二 接着就是 日本周围 周日啊 美军司令部啊 他的 还有一个就是 对外 对外啊 出击 的能力 的调度 情报能力 情报获取能力 主要是对 中共国的 情报获取 是吧 原因 如果说 他的司令部的 权限提升的话 就意味着 说他这里 肯定要派遣 很多 出去 获取军事情报 除此之外 那还有啥 什么 当地的情报分析 等于这样 那 周日美军司令部 他可能 就很多 任务是直接 从这里出来 那照我们 之前跟大家说过 这种任务 美国都是任务系的 是吧 你这一个任务 申请下来 有哪些地方 有资格申请 这种一级任务 有些是属于二级 是吧 你像 驻治美军 司令部 以前 是以防御 日本为主 所以呢 有些项目 说要对 对中共 进行出击 主动 获取情报 或者 拿到一些情报 进行本地分析 然后 再根据这个情报 去执行一些特殊任务的话 那以前可能就没资格 说白了 那都是印太司令部 直接去负责的 但是印太司令部 如果去做的话 大家知道啊 整个 它就 时效性 就会有所延续 中间 可能会 让 整个任务执行起来 就会慢 会拖沓 所以现在呢 直接 日本 主持美军司令部 拿到情报 第一时间 那就是分析 直接获取 最后 直接制定 某种 任务 配备这个任务 你必须得有相应的 各种 装备啊 系统啊 是吧 执行能力 是吧 你得有特种作战 情报渗透 等等 一些点 那就 那就 这样的话 它的 效率更高 这其实 其实 有一点 大家看 这样的话 这个 这种打法 是很 很好的 我们之前 一直跟他说过 其实 美国一直在研究啊 就到底 以台湾为中心 还是说 以日本为中心啊 去打击中共国 对着中共国 进行一系列的 渗透啊 打击啊 是吧 然后各种 行动 看样子 现在基本上 已经选定了 就是 日本 啊 因为 提升其权限 这就 从法律上 确定了 诸日美军司令部 那就不仅仅是 防御日本的事 你比如说 你之前 如果跟 诸日美军司令部 商谈一下 哎 这里有什么情报 是吧 看能不能啊 做一些行动 诸日美军司令部 说啊 这个东西 我们的法律 我们只负责 日本的防御啊 别的 我们不管 说吧 你就跟他们 就白商量 是吧 你必须得 找 印太司令部 是吧 你只能跟 印太司令部商量 那印太司令部 最后 商量完以后 他还得要 返回来 啊 去核实 你这个情报 啊 准不准确 那还得又返回来 哎 问问日本人 啊 因为日本对 中国国的情报 他比较了解 要么就是问 台湾人 要么就 问台湾的啊 国防情报部的 或者日本的 他不一个来回 是不是就耽误事吗 是不是 现在直接日本上了 本来啊 可能美国还在核实 到底是日本和台湾 两个地方 就台湾 估计啊 错过这个机会了 是吧 所以 那 这种情况 大家就看啊 所以这一次 重要的调整 对啊 打击中共来说 是一个 一个本质性的提升 啊 本质性提升 因为 他一定是任务导向的 之前 他的任务就是啊 就防御 现在任务就是啊 不仅仅是防御 就之前可能说啊 是吧 这个 现在之前任务 你主要是日本为主 关于中共国的 尽量少掺和啊 掺和也没用 为啥 没有经费 啊 你就算获得了这个情报 那那边也不会去 打理啊 因为没这经费 不是他们的任务 是吧 因为 这个所有的啊 这个军事上的都是以任务为导向型的 是不是 是你 是你的活就是你的活 不是你的活 啊 你说白了 这个 只会啊 因为你防好你自己这一块就行了 不是你的话 就算干了 他也跟你没关系 你干了也不会有任何的提升啊 也不会有任何的嘉奖 现在呢 他就不一样 这里头牵扯的几点啊 一点呢 就是日本 为什么岸田文雄一定要签约 因为牵扯到经费 这出日美军所有的经费 那都是 谁套 就是日本政府套啊 日本政府负责收税 收完以后 拨 拨给 逐日美军 然后呢 那现在啊 现在要提升其能力的话 提升其权限 对外的啊 权限的话 那 经费肯定要提升 毫无疑问 是不是 那还有 法律上 他必须得业累 因为 为什么叫 什么叫法律上 就是 跟日本 你是吧 你跟日本政府啊 的 现在的一些 这个民用的法律 民间的法律 是吧 军方 那比如说 他们可能要出去 做一些 特殊的 行动 那意味着 那就是跟 当地的 警察系统 日本的 情报系统 就得 就主动 沟通 他都要负责 沟通 要 有一个部门 负责协调 是吧 然后 甚至 出去啊 因为日本的 这就要合法呀 你出去干啥事 你得遵守 当地的法律 但是法律呢 那如何 啊 在不违反 当地法律的情况下 能够做到 能达到起啊 军事目的的话 任务目的的话 那你就必须得 有一个 有个秘密的啊 肯定说有一个秘密的 法律的通道 让 他们可以执行任务 并且还不 啊 不会 是吧 把当地的法律 给搞乱 搞乱当地法律 不能成为一个特权 这 这是具体要商量的 之前没有这个 因为之前主要是防御 日本 只要没有进入到 啊 一个 是吧 被侵略的状态 那驻日美军呢 就就呆在基地里的 啊 主要以呆在基地里为主 各种训练 是吧 然后 看看有没有侵略 有没有入侵 有没有受到各种威胁 啊 干这似的 他不会 之前的驻日美军 是不可能 说出去主动 执行一些 什么对外打击啊 抓特务啊 或这种任务 他绝对不会的 啊 现在 他就必须得有 是吧 现在他就要派一些任务小队 甚至在日本国内都有可能 看看中共的渗透啊 为什么要军队出来 因为说白了 军 因为中共是一个国家行为 啊 美国 大家也看到了 啊 只有 现在只有 军方 是 情报方 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防线 基本上 中共是很难渗透进来的 别的 是吧 因为美国是小政府嘛 哪怕什么警察局 FBI 他都属于 啊 这个跟中共比起来 那都属于 啊 都属于 这个能力比起来 都比他们要弱一点 说实话啊 编制 人没这么多嘛 但是 美国 所有的 最高 啊 就是 能人 技术上的啊 包括 这个 设备上的 先进程度 都是在军方 所以呢 他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 动用军方来出面 解决这些事情 解决这些事情啊 是吧 所以现在大家看啊 这个出日美军的这个调整 是一个重要信号 四月份以后 可能 就会啊 有大量的任务 直接啊 可能从诸日美军 有很多分包上就出来了啊 可能就会啊 这个有大量的一系列的 对中共的这些行动 就会开始了啊 这是咱们今天 就这个话题 跟大家分享的 好 别忘了点赞分享 再见